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是这个天路的这个解说嘉宾嘛 特邀解说嘉宾嘛 所以说昨天是在一开始在解说这个牙牙和那个可乐的那个和粉丝啊 练枪的那些视频啊 然后啊 完事以后啊 在解说他们的直播啊 然后后面啊 谁知道突然一下把我也叫上去说你也来做场直播吧 然后表示这个压力有点大的 好 那么怎么来说呢 昨天的第一次啊 感觉还是挺爽啊 这个第一次还是挺爽 那么在解说的时候刚开始肯定会有些生疏啊 然后啊 但是呢一个全新的口头禅不得不承认啊 好 那这个压力有点大的 不过还好啊 最后小歪还是在 就是说呃 就是说马上还是克服掉了啊 当时确实一下蒙住了 你第一次在这个几千人的频道做这个啊 视频直播解说 发现跟这种啊 就是坐在自己家电脑前 然后随随便便啊 然后做解说的这个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啊 我表示这个有点伤不起啊 有点伤不起 不过还好啊 不过还好 那么呃 今天怎么说呢 还是说就是说感谢一下啊 昨天在歪歪啊 到场为 就是说为小歪啊 就是支持小歪的各位朋友们 那么啊 还有也是要感谢一下那些 呃 没有到 就是说后面是准备去 但是时间啊 没啊 就是到了 但是时间没赶烫的啊 也是感谢各位吧 因为怎么说呢 呃 这个东西 嗯 怎么说呢 当时是七点半开始的 然后完事到九 好像是到九点半啊 到了九点半的样子 然后可能有些朋友就十点钟啊 然后十点半 十一点的样子过来的 那 啊 啊 那个时候好像是时间没赶上 不过也很感谢大家啊 也谢谢大家有心过来支持小歪 那么最主要问题就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 昨天因为看到有粉丝嘛 然后突然间就觉得啊 这个心里面的一些东西就放下了 就感觉啊 我就再也不怕 就是说啊 完全被大家所那个忽略 或者是啊 就是说 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在做解说 然后他就说 哎 这个解说谁啊 从来没见过啊 什么什么 啊 那至少还是有粉丝替我称作场面 表示啊 很感谢大家 然后啊 很多粉丝朋友也特别维护的小歪啊 维护小歪啊 比方说啊 他说啊 这个解说怎么这么傻啊 然后啊 我粉丝就会说 他说到底是你傻 还是我们歪哥傻 什么这些 然后挺感谢大家的啊 然后啊 挺开心啊 也挺开心 那现在确实 怎么说的啊 心里面还是挺爽的 有点小爽 有点小爽 至少还是有朋友愿意 那个什么 替我说话啊 感觉有点小爽 好 那 怎么说 那我们还是看视频嘛 好不好 我们来看视频 好 那现在 是小爽冲击的水下 然后从水下蹦了上来 朝着井甲脚 好的 两个 然后第三个有妈啊 好的 一个三连杀 完成以后 现在用的这个全新的这个农年沙地图标啊 这个 这个大名农泉的沙地图标 然后就会啊 感觉好像又回到年轻的时候 就回到了几年前 感觉打起来好像好像霸气又出来了 好像霸气又出来了 这个感觉很爽的 那么昨天在直播的时候啊 可能看了直播朋友确实啊 昨天小白还好啊 这个发挥还好 拿了大概打了六场吧 好像拿了三场吧 四场的ACE啊 感觉挺爽啊 而且打了一个一位五啊 有个四连杀的一位五啊 感觉挺爽的啊 这个 还好 那没有为 没有给粉丝朋友们丢脸啊 然后再还是打过几个一位四的残局啊 然后挺爽的 那该发挥的都发挥出来了 那 感觉还是 怎么说呢 还是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说 嗯 就是 是因为有大家支持吧 然后完事以后 说实话 我当时确实是很想表现自己啊 然后因为本来是刚刚有职业选手打过这个啊打过这个啊刚刚表演过 然后我在上的时候确实我会觉得如果说我自己啊表现不够好的话 可能会啊会引起一阵谩骂什么之类的啊 然后不过还好啊 最后面自己因为有成员比赛经验最后面这个大心脏还是扛住了还是扛住了好 那么还有一支关于昨天露脸 露脸视频啊 昨天有朋友说 外哥你那个什么节奏啊 看上去长得这么年轻啊 然后我就想说确实啊 这也是长得有些年轻啊 不过 还好啊 这个怎么说呢 呃 这个 长得一张娃娃脸吧 不过我我已经24岁了 这个长得年轻没有办法 对不对 这个年轻无极限嘛 这个东西说不清楚啊 说不清楚啊 那还是挺好 然后还有朋友就问小Y关于那个射击眼镜的问题啊 关于射击眼镜 呃怎么说 就说这副其实是防辐射的啊 然后是防辐射 然后是啊 因为那个我们不是开了个电话 然后那店里面也有啊 所以说小Y就自己拿了一副过来 就说试一下啊 就说先试一下 那么啊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用 使用的感觉也是 就是说 它确实是可以保证你的眼睛啊 这个呃 降低你的疲劳度吧 至少昨天我 打当就是我昨天是坐到了凌晨两点钟啊 就和粉丝聊天 就会面和陪粉丝聊天聊到凌晨两点 那么一坐就大差不多是 呃六七个小时啊 那么没有感觉到眼睛有任何的这个干涩 只不过就是耳朵有点受不了 因为大家知道小Y从来不戴眼镜的 所以说啊 他突然一下戴这个眼镜什么之类 然后把那个 就是耳朵 就是架着这个眼镜吧 然后支架架着有点疼啊 所以说有些纠结 然后他会就是说 嗯 还有就是可能会让你的屏幕显得更加的 这个宽一些吧 就是他这个镜片好像会显得宽一些 也就是说你18寸的屏幕啊 那你有一种20寸左右的感觉啊 这个感觉很暴力啊 很暴力 然后至于传说中的这修正设计角度什么之类 我觉得这些都鬼扯啊 纯粹都是靠自己打啊 所以说啊 我们这个啊 表示还是要用过以后啊 和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好 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 也还是不错啊 然后啊 现在这边是吧 又换回了大名龙泉沙利图标 然后这些外设这种什么 这类也特别的齐全 然后感觉这个确实 这不做点什么 不打个比赛什么的 是吧 好像不应该啊 那么关于这个CF精灵的这个啊 CF精灵这个线上挑战赛呢 然后就是说啊 可能要延后到12月份啊 可能要延后到12月份 因为白沙说他还要打WCG 所以说最后面他的解说 可能是要等到啊 这个世界总决赛啊 WCG世界总决赛啊 这个中国昆山战的这个结束啊 然后因为今天是在中国昆山打嘛 所以说要等到这个结束完了以后 可能才啊 这个比赛才能够开始啊 因为啊 这边要等待白沙啊 要等待白沙 这边要排一些时间出来吧 好 那么啊 这边最近小Y啊 也是在天路这边水啊 晃荡啊 在天路这边晃荡 如果说大家有喜欢天路的朋友啊 可以过来一起玩一下啊 可以过来玩一下 然后YY是9301个3啊 9301个3 那么也可以来小Y的YY 513660啊 都是可以的 好 那这边是呃 是已经达到了26比0啊 26比0 那么不知道最后 就说呃 50比0可能已经不太现实了啊 那么我们来 就是说我当时的思想就是说 我要呃 去追个40比0啊 什么之类的啊 就是说尝试一下 但是比较弹痛的事情呢 就是说啊 这个被破除了啊 表示有点 有点有点压力的 朋友你们什么情况啊 能不能够照顾下人群 好 完成以后 哎 这这这这这啊 这个啊 就是被这个冲上来直接给搬掉了啊 我表示朋友 你能不能照顾一下大家想法 我刚说想打多多少比0 然后完事你上来啊 我在大脑里面告一点想法 你上来就把我这个处给破了 你会让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好像被歧视了一样 你这个纯粹是嘲讽啊 开了个嘲讽上来是嘲讽脸是吧 好 那么关于这个咳嗽 你还是比较纠结啊 昨天本来啊已经确实感觉最后也好的差不多了 完事啊 昨天因为死命的解说嘛 第一次解说大家也知道啊 很多的时候第一次他都是比较卖力的 然后啊 等他鬼扯了两个多小时 然后啊 是死死命的解说 解说完了以后又陪粉丝聊了五个多小时啊 实在受不了啊 那这个确实喉咙就有点受不了了 那么可能啊 今天解说的时候还是有些疲软啊 那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 好 那现在这边是到了这个十啊 十比一的这个比分啊 十比一的比分呢 啊 感觉还是挺嗨吧 最后面是和我的这个现实里的朋友啊 这个宙斯同学一起在这里猛打猛打 本来当时是还有一位那个救死啊 然后打算是说 呃 是说是一起啊 三个人一起打线下啊 但可惜是突然发现啊 都上班了啊 他是去到了 他是去到长沙啊 然后就是也是去了长沙啊 啊就我一个人留在自己家乡这边 然后就没有办法啊 没有办法 然后就呃就三个人就是很很纠结吧 但是偶尔一起打一打还是可以的 好 那现在比分就来到了十一比一啊 十一比一 呃 这边是打了个九十一啊 哪个肉男把肉抢了 赶不赶站出来跟哥说一下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啊 好 那现在这个比分就来到十二比三啊 这既然已经被破除了的话 就啊 没什么太多看点了 我们就安安心的把后续的打完吧 不过这场杀敌的这个比率啊 包括效效率还是挺高的 好 这个时候啊 拿出了这个传说中的这个战龙杀印啊 但是最后面发现啊 敌人没追啊 没追的话呢 我就退回来换换子弹 然后再再接着进去打 好 那么剩下最后三个敌人啊 那看看我能抢到多少个 好的 这时候随着大部队走啊 这个时候千万要小心啊 千万不要一个人就跟着走了 那么刚才这个位置上穿死一个 看还有没有啊 没有了 这位没有了 没有了就直接追 哎呦小样 刚才就是你破我的除 这位死了 哥报仇了 好了 穿一下 最后把手架切出来 还有吗 跑哪去了 赶快出来跟我打声招呼 哎呦 哪飞了一颗手雷啊 这么准 这个手雷就相当的嗨啊 好 这个时候